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幸运的是 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这起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 甚至引发了一些对中国商业航天产业未来发展的担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深刻中国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一则引起广泛关注的新闻 中国一枚太空火箭在地面测试中意外发射后坠入山中 这个事件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广泛讨论 也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反响 事件的主要信息由Telegraph Yahoo!US和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三家媒体提供 根据目击者拍摄的戏剧性画面 一枚名为天龙三号的中国火箭在河南省拱一市附近的山中坠落 这枚火箭由中国私营企业天兵科技开发 是与埃隆·马斯克的SpaceX竞争所使用的火箭 事故发生时火箭原本计划进行地面测试 但由于固定火箭的发射系统出现结构性故障 导致火箭意外升空 火箭在升空后引擎似乎熄火 最终坠落在距测试场地1.5公里的山区 天兵科技表示 由于在测试前该地区已经撤离完毕 这次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公司还指出 火箭上的计算机系统在意外升空后自动关闭了引擎 这也使得火箭没有飞行过远 此次事故的现场视频显示 火箭助推器在发射后迅速升空并冒出火焰 随后侧身坠地 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爆炸 天兵科技成立于2019年 一直致力于开发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助推器 目标是能够在回收和在利用方面 追赶SpaceX 本月早些时候 该公司刚刚从投资者处筹集了超过2亿美元的资金 虽然天龙二号火箭 此前已经成功完成了一次任务 但此次事故将原计划在7月进行的天龙三号首次发射任务推迟 这一事故发生在另一件中国太空任务失败的几天后 那次事故中 长征二号柄火箭的一部分脱落 有毒碎片降落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 而天龙三号的任务则旨在帮助建设中国的卫星互联网络 目标是能与SpaceX的猎鹰九号火箭相媲美 接下来 让我们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深入分析和评论这一事件 首先 从技术角度来看 火箭的意外发射和坠毁暴露了发射系统的设计缺陷 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结构性故障 还可能反映出整个研发团队在质量控制和安全评估方面的不足 无论是固定火箭的发射平台出现问题 还是火箭升空后的自动关闭系统 都表明在关键环节的安全冗余设计还不够完备 其次 从商业竞争的角度 这一事故对天兵科技及中国商业航天产业的影响不容小觑 作为一家在商用火箭领域展露头角的公司 天兵科技的每一个成功或失败都会受到全球瞩目 此次事故无疑会给投资者和潜在客户带来不安 但也可能成为该公司和其他中国商业航天企业增强项目管理和技术能力的契机 失误虽然难免 但关键在于如何从中吸取教训 避免再犯 再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分析 这一事故发生在全球太空竞赛加剧的背景下 尤其是在中美之间的太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 中国的太空计划一直致力于实现独立自主 并力争在未来的太空经济中占据一席之地 天龙三号火箭的开发也是这一战略的一部分 目标是构建类似于SpaceX的Starlink的卫星网络 这一事故是否会影响到中国在国际太空领域的声誉和地位 仍有待观察 最后从公众和媒体反应来看 火箭的意外发射和坠毁再次引发了对航天安全的广泛关注 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 火箭坠地的画面非常震撼 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仍然让人们对周边居民的安全表示担忧 天兵科技需要更加透明和负责地回应公众的关切 包括进一步解释事故原因和采取的改进措施 在总结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天龙三号火箭的意外发射和坠毁不仅是一次技术失败 更是对中国商业航天产业的一次警示 作为一项高风险的事业 航天探索需要在技术和管理上都达到极高的标准 天兵科技以及其他相关公司需要从这次事件中吸取深刻教训 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 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中国火箭是指中国研制和发射的运载火箭 用于将卫星载人航天器探测器等有效载荷送入太空 中国的火箭技术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 并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取得了显著进步 成为全球航天领域的重要一员 中国火箭技术的发展始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CASC的前身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 1956年中国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专门负责导弹和火箭的研发工作 1960年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枚东风一号 DF-1弹道导弹 这是中国火箭技术的初步突破 中国的运载火箭家族主要包括长征系列Long March LM 这是最为知名和广泛使用的系列 长征系列火箭从1970年开始投入使用 当时长征一号CZ-1成功将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入轨道 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自主卫星发射能力的国家 长征系列火箭涵盖了一系列不同型号 以满足不同的发射需求 以下是一些主要的长征系列火箭 1.长征一号CZ-1 这是中国首枚运载火箭 1970年4月24日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 2.长征二号CZ-2 这是一种两极火箭 最初用于发射中型卫星 该系列包括多种改进型号 如长征二号C CZ-2C和长征二号D CZ-2D 3.长征三号CZ-3 这是中国的一种三级运载火箭 主要用于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 长征三号系列包括长征三号A CZ-3A 长征三号B CZ-3B和长征三号C CZ-3C等型号 4.长征四号CZ-4 这是一种三级火箭 主要用于发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 包括长征四号B CZ-4B和长征四号C CZ-4C等型号 5.长征五号CZ-5 这是中国目前最强大的运载火箭 涉及用于发射大型卫星 深空探测器和载人航天器 长征五号于2016年首次发射 6.长征六号CZ-6 这是一种小型运载火箭 主要用于发射小型卫星和微型卫星 于2015年首次发射 7.长征七号CZ-7 这是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 主要用于发射货运飞船和中型卫星 首次发射于2016年 8.长征八号CZ-8 这是一种新型中型火箭 旨在满足商业发射市场的需求 于2020年首次发射 9.长征九号CZ-9 这是未来规划中的重型运载火箭 设计用于载人登月和深空探测任务 预计将于2030年左右进行首飞 除了长征系列 中国还研发了其他类型的火箭 如用于快速响应的快舟系列 和商业用途的杰龙系列 中国火箭的发射场主要包括四个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JSLC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XSLC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TSLC 和海南文昌卫星发射中心 WSLC 近年来 中国在航天领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 如嫦娥月球探测计划 天宫空间站计划 以及火星探测任务 天问一号 这些成就不仅展示了中国的火箭技术水平 也使其在国际航天领域中 占据了重要地位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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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